凌晨三点多警方获报来到淡水水云街附近的民宅要找寻事发地点 由一名十九岁的男子因为七万元的债务问题被活活打死 情报调查嫌犯当天和使者相约在卢州讨论债务问题 双方一言不合嫌犯就将被害人强压上车载到淡水这处租屋处谈判 过程中却爆发口角尸首将人殴打致死 一整天警方来了好几趟因为深夜一名男子被邀到民宅内殴打 二三号晚间债主与被害人相约来到卢州一处洗车厂讨论债务问题 但双方一言不合债主把被害人压上车再往淡水嫌犯租屋处谈判 却殴打被害人直到成绩男子呕吐嫌犯才发现事态严重 赶紧将人送医急救后宣告不治 马街医院报案有名男子身上有多处的瘀伤及创伤死因并不单纯 那静元到院了解之后并循现追查 陆续查过到陈姓张姓林姓三名男子涉案男子到案 是否还有其他人涉案警方扩大侦办 只是为了七万元的债务不顾往日朋友情疑 出手想给赵俊却打死人 害了一命 三选江文贤 顾元松 赖信仪 邵子洋